好 刚刚的是 这个是fopen 然后这是write 然后另外一个是fopen 这是read read的话就是双语号r 那read的话你用getc getc的话它的参数 就是你从哪一个档案指标读进来 读进来之后 一直读一直读 这是坏哦 一直读啊 这个是c等于getc 先执行这一个 执行这个会有一个结果 就是c c会得到一个结果 c这个结果啊 它如果是不等EOF EOF就是end of file 它是档案结束 一直到档案的最后 所以你一直读读字圆 一直读读到 它有一个档案结束的一个符号 它就停止了 那每一个呢 就会把它印出来这样 所以 这是刚刚的那个 我把它写成write 然后这是read 好 那我这边有变化一下就是 在印出来之前呢 我写剪这样 如果说 你要让它档案啊 是可以变的 档案名称 就file name 就file name 好 这样的话 这个就可以 变成file name 好 那就是file name 那这时候你看你要 你的档案是要什么 你的档案是要什么 好 file name 这个是要 档案名称假设是10 应该20 应该20 会比较保险一点 好 你可以写abc 那这是file name 好 这样就传进去 它就传出来这样 这个 读档 诶 这写档 然后再把它读出来 这个要宣告 好 要 好 那它在 在这里 f.exe f.exe 好 我们就打hello 它就ahelo 好 我们看 还有 abc.t 好 好 它是helo 可以印出来 就是看你要怎么印这样 好 好 如果说你打的有错误 我等一下传给大家 我等一下传给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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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